欢迎回来 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 今年有22部精彩的影片 纪录片时尚代价 导演揭露了评价时尚品牌 牺牲自然环境 劳工权益等等残酷的现实 而中国导演杜海斌的新作品 记录一位19岁的少年小赵 他进入四川的梁山偏乡教书 四年的时间深刻体认 人民无力对抗国家政策的处境 每部影片都让我们更接近这个世界 就在快速时尚廉价衣物 变成世界潮流 人气商品的同时 时尚工业也成了仅次于石油工业 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 纪录片时尚代价 用镜头深入婆西 被大众忽略的要命代价 一场时尚最严重的成衣工厂意外 因为看到基层劳工 被迫在围楼中工作丧命 激发英国导演Andrew Morgan 走访孟加拉成衣工厂 美国德州棉花田 访问时尚产业的底层工人 要让大众亲眼看见真相 当每一切都关注于贡献 你会看到人的材料 環境和工作人的材料 失败了 我的天 我们能做得更好 看這部片你會看到說 時尚看起來是光鮮亮麗 但是其實背後去支撐這個光鮮亮麗的 裡面其實是非常醜陋不堪的 那其實導演是希望透過這部片 告訴大家說就是消費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再三思 就是說你有沒有必要買這些衣服 以安全感與心願感為主題的 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 帶來22部台灣首映電影 一部片就是一個觀點 中國加油 我們的隊伍像太陽 二十世紀中後期 那四小龍的發展都是什麼 集權 叫他這祖國的大地 漢語說 我是中國人 我是1990年12月26日生 和毛主席一天 我似乎是就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 曾拿下威尼斯影展 最佳紀錄片獎 導演杜海斌新作 紀錄一位19歲的少年小趙 從熱血為中國政府吶喊 到進入四川良山 偏鄉教書 四年時間認識到人民 無力對抗國家政策的處境 慢慢從一個愛國慶典變得有點 變成憤青 然後去質疑說 就是他原來認為的那個價值觀是怎麼樣 對其實也是一個小人物 跟國家之間的一個 算是還蠻精彩的故事 時間就是一把殺豬刀 嗯... 就像是一刀一刀的剁 一刀一刀的切 除了聚焦兩岸三地的華語作品 影展也南瓜世界各地 呼應主題的紀錄片 我們可能長得很長 但我們都願意危險 趨向高齡化的社會 如何面對衰老 同樣是全球化的議題 紀錄片《青春嘻哈團》 拍攝紐西蘭27位 年近百歲的阿公阿嬤 拋下輪椅拐账 努力成為嘻哈明星的圓夢之旅 有些部分是 只能動手 有些部分是 只想去拉斯維加斯 我一直想要去吃飲料 你們都要去 雖然是老人 雖然是老人 就是年紀增加 數字增加 但是怎麼樣讓自己 在老年生活當中 活得更開心 那可以透過這個單元 得到一些啟發 影展分為六大單元 從個人 國家到大環境 用紀錄片反思這個時代 一層一層探討 自我與社會的關係 來認定說是活得很舒適 然後不會有問題的一個狀態 那當大環境變動 或是說天災人禍 就會衝擊到我們原來認為說 很舒適的那個生活狀態 那其實被衝擊也不是表示不好 那有可能 經過這樣的衝擊之後 你會有一些改變 影展介紹多元價值的紀錄觀點 引領觀眾思考 正向面對忐忑人生 我需要她自己的生活 我需要不改變 要離忠釋 去自己的生活 中文字幕 李宗盛